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总统哈利马相见欢 美国中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正式登场 外界最关注的依旧是佩洛西是否顺道访台 CNN最新报道根据他们来自美台高层的讯息 佩洛西访台几乎已经确定 虽然佩洛西的官方新闻稿中访问国家没有异动 维持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南韩还有日本 但马来西亚媒体《中国报》报导 佩洛西2号只会停留在马来西亚几个小时 转往台湾过夜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高 综合各国透露的佩洛西已知行程 他将在8月2号会见马来西亚议长 但不一定过夜 紧接着8月4号会见南韩议长 中间有两天的空白时间 确实很可能停留台湾 曾在3月社团访台的美国前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穆伦说 佩洛西应该会访台 相当重视人权议题的佩洛西早在1991年 就亲自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黑部条抗议 近几年她经常在新疆香港议题上发声 2019年佩洛西在国会欢迎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 和歌手合运师 并多次谴责港版国安法 亚洲行前 佩洛西曾说支持台湾很重要 不过美国因为要在11月举行其中选举 高龄82岁的佩洛西能不能当议长还不知道 对她而言更希望把握时间写历史 成为25年来首位访台的重院议长 我们要再次证告美方 中方正严阵以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做事不管 对于佩洛西可能访台 大陆官方持续呛下威胁 吉恩观察到台湾方面对于佩洛西可能来访其实相对低调 目前已知和佩洛西一起出访的共有5人 包含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筹款委员会副主席 热议的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和韩裔众议员 一次排开诠释民主党自己人 白宫方面虽然没有正面回应 但言语间可以嗅到放胎的可能性 美国如何在抗台挺中上拿捏刚好的力道确实不容易 因为今年中国内部动荡冬冬奥前习近平才加入普京阵营成为挺二议员 同时面临大陆经济低迷 新冠清零受挫等 就怕习近平诸事不顺 在台海议题上发生误判 另外新加坡媒体报导 雷根号航母战斗群周一突然从南海北上 在巴士海峡线中 这个调动有可能就是为了要保护裴洛西的安全 TVN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